在嗎? 對,JoJo那天就說黃色是小白的 對啊,這件真的是我的菜 我那天看到那個 李小編在傳聞說天啊 那個連帽的T恤感覺就是我的菜 沒錯,超可愛的 這個是,你知道,剛剛錯過 錯過直播架的人 直播架的人就很可惜了 對啊,超可惜的 那我們現在身上穿的是 小V0短板帽T 那它就是一款比較寬鬆的那個帽T 中短板,然後比較寬鬆的帽T 欸,我沒有想到你會這樣搭耶 好像也是很合理 因為我剛一開始其實想要搭褲子 但我覺得搭褲子就是... 對,就好像我平常穿的衣服 就比較隨心一點 但我覺得穿裙子就也可以 真的,看到帽T又是黃色就想不到我了 JoJo的 JoJo懂我 因為是黃色的 而且它這件帽T我覺得穿起來也很舒服 是很柔軟的 因為它是春天版的厚度 對,它是春天版的厚度 所以現在穿是剛剛好的 它總共四個顏色 補水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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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米白色 米白色 還有紫色 紫色其實也蠻好看 但是我平常沒有在穿紫色衣服 立刻把它淘汰 有沒有 然後另外還有黃色 小白色 它的黃色是有點... 比較淺一點吧 比較淺一點 鵝黃 有點鵝黃 淡淡的鵝黃色 所以我覺得是... 那個黃夫人也可以穿的 可以 就是它不會顯黃 嗯 它其實很會顯黃 對 它穿是比較淡一點的黃色 不是那種飽和的黃色 所以如果是飽和 或是螢光 變螢光的話 穿起來就比較顯色 會比較黃 會比較黑 它的顏色是鵝灰 因為它比較... 飽和度比較低 然後我現在是把前面的繩子 綁起來 我把它綁了兩個小啾啾 你看喔 如果通常是一般的帽T的話 其實現在這樣 小白應該就會蠻不舒服的 因為那個... 靈口的地方就卡住 所以它現在就算... 就是它正常拉的話 靈口大概在這邊 對 那如果你想要像小白這樣 把它穿比較... 靈子往後面拉一點的話 其實這邊也是舒服的 就不會勒脖子 它不會勒脖子 其實我很愛帽T 但有時候帽T 就很容易勒脖子 就是你不自覺... 因為它有帽子會有重量 對 會往後掉 你不自覺就會一直想要 就拉那個靈子 所以這樣比較柔軟一點 嗯 然後我下面搭的是... 那個... 花吹... 花吹雪雪芳傘裙 它是一件傘裙 就是圓的傘裙 這件裙子真的好漂亮 這件裙子真的很美 然後穿起來是很舒服 而且它也是有內裡的喔 就是它也是有... 就是內裡是過膝蓋的 然後外面的話 就是傘狀的小花 我最近應該是深藍色的 還是黑色 是黑色 是黑色的 然後給你們進看一下 它上面的花是粉紅色的小花 這樣看得到嗎 還是要用這個 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 還是你看到這邊 看不到 這樣看得到嗎 就是它的花是這樣子 它是有點暈染感的花 對 它的花很漂亮 有點像那種櫻吹雪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你抓到我取名字 櫻吹雪 對 它是櫻吹雪的花 所以很美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是米黃色 米黃色它配的花朵是紫色的小花 白紫色的小碎花 也是很漂亮 其實我覺得兩個顏色我剛剛有點難選 但雖然我上升選的是淺色 所以我下一次就拿一個深色的角色 然後它的那個裙頭的部分 這邊是... 這邊是有裙頭的 然後後面的話是有做厚鬆緊帶設計 然後還有做一個隱形的拉鍊 所以穿脫上面還蠻方便的 然後你也不用怕說會不會吃飽 會變太緊 不會因為它後面是有做什麼緊帶的設計 對 它的裙擺其實是蠻閃的 就是轉起來很漂亮 我本來還想說它下面是有開產的 沒有它沒有開產 可是它因為它的裙板做得夠大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是很... 比較合身的款 所以它就是一個閃狀的裙子 它如果上面搭白T也很合理 我可以喔 就是搭T也很合理 其實你上面如果搭一些學訪衫 就是比較女生的穿法 那如果你休閒一點的話 你上面搭白T 然後下面穿帆布鞋 也是平日也可以穿的學訪 穿T恤就ok T恤就很好 穿T恤就很好的 夏天就可以穿T恤配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的材質還蠻適合夏天穿的 就是春夏的材質 不會太厚重 好呦 剛剛有人敲完那個這樣真穿 很好看 谢谢观看